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德全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来用红菊酱烧肉 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些梅花肉 还有番薯 地瓜 这两样为主 我们先来把它炒一下 先把这个肉炒一下 好 加点油 然后把蒜末跟洋葱跟猪肉 都一起把它丢下去炒 好 炒到它变色就可以了 我们的肉没有先腌制 我们一般在烧炖的时候 那个肉是不需要腌制的 快炒才需要 我们就把它都放下来炒 炒到这个肉变色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了蒜末 洋葱 好 这边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红菊酱 那一般我们的红菊酱 在外面买 常常会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外面卖那个红菊 非常咸 为了保存它非常咸 因为它没有在冰的 所以呢 又咸然后颜色又不好看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像我的话 我就会买那个福州红菊 或客家红菊 自己回来把它打成泥 加一点点盐 打成泥之后摆冰箱 第一个颜色会比较漂亮一些 它很漂亮的红菊 你是果汁机把它打这样子 对 用调理棒 就是买回来 我买的是福州红菊 它那个的话是没有放盐的 然后颜色很漂亮 它就是专门只是做一个红菊酱而已 然后你加一点点盐 然后把它打成泥这样子 对 就这样也把它打成泥 你看颜色就是跟你一般外面买的红菊 颜色就是不一样 然后你摆冰箱 你要做菜的时候就可以用 因为外面它都是弄得很咸 然后因为它不冰嘛 那我们在家里面不冰的话 就比较容易坏 我们就把它打成泥之后放冰箱 保持颜色 然后也不会那么的咸 好 这边炒到它肉变色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 好 自己做的这个红椒酱把它放进来 这边我加一点点盐了 所以基本上应该盐也就不用再另外加了 就是你自己斟酌你的调味 那当然盐巴调味的过程 也要看你的食材的总数量 对 然后好 那颜色就比较漂亮了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酒加进来 好 然后地瓜 地瓜的话因为比较 比较没那么好熟 所以你切的时候不要切太厚 切这种切片 它比较容易烧透 而且地瓜有点甜味 所以你待会等于是烧这个肉 等于它替代了一点糖分 对 替代部分糖 然后我们的秋葵放下来 秋葵这么早下 秋葵 有的人不喜欢吃脆脆的 所以如果你要吃脆脆的话 你可以最后下 可是秋葵真的要煮烂才好吃 这个同时间 德权师傅的肉也炖入味 差不多把它烧一下 然后主要是地瓜只要熟就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再补充一点点的糖 然后就把它这样子 把它汤汁稍微稍浓稠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这个猪肉 非常地Q弹 吃起来真的觉得很有嚼劲 香味也非常的够 那另外德权师傅选到这个秋葵 我觉得很棒 因为这个东西对肠胃道的保健是很好 所以这样组合起来 这个味道真的很棒 很值得 我们在居家的时候 待到这样来吃 来做肠道的保健 只不过我这边 因为我们这边提到说 整个我们肠道要如何来保养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 我们的免疫力 因为刚刚讲说肠道的整个免疫细胞 大概占了七成 可是这个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的时候 是希望能够 好 好